好 今天的立法院 立法院内上演的是蓝女工房站 而立法院外的 有我们刚刚看到家长团体的抗议 还有大陆维权律师陈光诚的到来 也引来了民众的聚集 陈光诚呢 今天是要在立法院演讲 有不少的立委都抽扣 前往捧场 尽管陈光诚自己定调 这次台湾形势取经之旅 不过现场就有人好奇 陈光诚会不会去看前总统陈水扁 一下说立法院外头就有民众高喊诉求 大陆维权律师陈光诚 一点都不紧张 反而觉得很新奇 没听过看你的声音 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批准 来到立法院有什么感想 我刚进大门 感想就是很热情 不只国内外媒体大阵仗迎接 陈光诚在立法院举行的国会演说 更吸引将近500位民众参加 来到台湾民意的最高殿堂 陈光诚除了分享维权经验 也定位了这次台湾形 我这次来台湾是来学习的 可称之为取经之旅 台湾这份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很好的运用 不仅能让大陆摆脱专制 走向文明的宪政民主之路更容易 还能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结出世界最美的过失 而这趟取经之旅要见谁参观 哪都引起外界关注 就连民众也帮忙出主意 在访台的这个期间 你愿意不愿意到台中监狱来会见陈总统 请你告诉我们 谢谢 如果按照台湾的法律规定 可以会见的话 我想为什么不可以呢 虽然和立法院长王金平的见面临时喊咖 再加上议场内还在上演蓝绿攻防战 不过不止对营立委来捧场 就连蓝营立委也来旁听 教育部长蒋伟宁人没来 却也送上花篮表心意 只能说陈光臣魅力无限 谈到民主人权蓝绿阵营都想沾上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